各位好,我们来看这个范例 关于光的折射 这里有一个半圆形的透明容器 装满液体 一束光打向半圆形的圆形 甲乙丙定物这几个路径 哪个是唯一可能的光线路径呢? 那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出 底这条路呢 它是直线 那就没有偏折,这就不可能 因为从空气进入水 在斜射的情况下 它应该路射角 和反射角,路射角和折射角 不会一样,不会一样,它会有偏折 所以乙是不可能的 然后甲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甲 它是偏离法线 但是从空气进入液体 它的折射线应该是要偏向法线 是要偏向不是偏离 所以甲也是错的 那丙呢? 我们可以看出这个 它是一个半圆形 那如果这个光打向圆心的话 它折射之后 的这条路径 到圆上的每个点 都是垂直入射 因为从圆心往圆周的方向 画直线 都会垂直这个圆周 所以就等于是垂直射出 垂直射出这个界面 那垂直的话 就不会有折射 垂直射入或射出 不会有折射 所以丙它又偏折 它垂直入射却偏折 是不可能的 所以丁的话才是对的 丁的话才是对的 那乌的话呢 乌的话是 它也是有偏折 所以它跟丙一样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是垂直入射 垂直入射 画一下 都是垂直入射 好所以答案是丁 那第二小题 它这一题是要带斯耐尔定律 入射角53度 折射角37度 光速在真空中是 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每秒 求这个液体的折射率 还有在液体的 当中的光速是多少 那斯耐尔定律 根据实验 还有光的波动理论 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 斯耐尔就是 入射角带进去 那斯耐尔就 折射角带进去 这样子 就可以算出它的波数比 我们带一下 所以 斯耐尔如果是53度 塞53度 就会是四分之四 五分之四 所以变五分之四 那赛37度是五分之三 那所以这就会是它的波数比 两边的波数比 可是V1是空气 V1这个地方是空气 路设的地方是空气 那空气很接近于真空 所以这边就要带 3乘以10的8次方 那最后底下呢 是索丘 在地体中的速率 所以这样算一算呢 就可以知道 V2就是 3乘以10的8次方 再乘上 四分之三 所以结果是 大约是 不是大约 就是四分之九 那四分之九算出来 就是2.25 这就是最后这一格 那折射率什么意思呢 折射率呢 就是像这个 我们可以定义 这个光 在介质1 和介质2 当中的波数比 叫做 相对折射率 那可是呢 我们会这样定义 就是当 打稍等一下 对 我们会定义这个 从介质1进入介质2 它的波数比 就是V1比V2 我们称为 相对折射率 就是 这样子 好 那 当这个 V1和V2 是不 当介质1介质2 是不同的介质的时候 这个 相对折射率 就会不一样 那 假设 假设 这个是 V1是空气 V2是水 V1是空气 V2是玻璃 就会不一样 那如果说V2都是玻璃 应该说 V2都是玻璃的话 那从水进入玻璃 和从空气进入玻璃 相对折射率就不同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有点复杂 好像 相对折射率 会跟 两种戒指有关 那我们能不能找出 一个绝对折射率 只跟 一种戒指有关 就是说 某一种戒指它的 绝对折射率 那很简单 因为光可以在真空中传递 所以我们就让戒指一是真空 让戒指一是真空 那这样就可以把戒指一 这个 换成真空中的光速C 所以我们就可以定义 绝对的折射率 或者简称折射率 就是戒指二的折射率 就会是戒指二中的光速分之真空中的光速 那就写成V2分之C 这样子 所以同理也可以去定义戒指一当中的 戒指一的绝对折射率 那就是用戒指一当中的波数 去分支光在真空中的速度 所以戒指一的绝对折射率 就是V1分之C 所以同学才会发现一件事情 才会发现说 诶为什么这个 赤奈尔定义这里写 sinθ1比sinθ2 等于V1比V2 可是底下写成折射率的时候 变成N2比N1 因为这个关系 因为绝对折射率的定义 这个折射率 会跟它的波数 成导数的关系 所以这个波数比 才会跟折射率的比 是导数关系 那讲那么多呢 我们就只是要找出 这个议题的折射率而已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算出 在议题中的波数了 就可以把它带进去 所以就是 就会是3乘以10的8次方 然后去除上 我们刚刚算出来的波数 2.25乘以10的8次方 所以最后结果就是 就是 重乘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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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9分之12 也就是3分之4 所以这就是 接值2 就是这个议题 它的绝对折射率 那其实也可以直接 从刚刚这里看出来 如果我们这边是C 对不对 如果V1 換成C 光速C的话 那这一个地方 就会是N2 对不对 好 那同学可以再自己看一下 谢谢